當我們在吹高音的時候 指法上有哪些要特別注意的呢? 首先是我們在左手側鍵的部分 當我們用手掌在按側邊這幾個鍵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特別去留意你的 你的手指有沒有在按的時候變這樣子翹起來 因為這個動作啊 讓你的手指離原本的按鍵太遠的話 如果養成了這個不好的習慣 你未來你在吹高音再回去的速度會非常的滿 所以我會建議從你一開始練習呢 就盡量練到說 我們按下去的時候 前方的手指頭是盡可能的不要把它抬起來 那當然啦 如果你的手跟我一樣很大的話 會建議有就是可以去找技師 把這三個鍵用軟木墊高 這樣的話你在按的時候呢 也比較不容易前方的手指頭翹起來 那第二個呢是我們右手的這個側鍵的部分呢 當我們在按吹到咪要抬高的時候呢 我看到有些人會這樣子按 當你這樣按的話 你的手指也離原本的按鍵太遠了 所以我會建議用抬手腕的方式 這樣輕輕的抬起來 避免把食指這樣舉起來按 只要我們一開始就養成這個手指的好習慣 相信在未來呢 你在高音跟一般音域的轉換 手指就會非常非常的順喔